我們現在開始上的內容叫全球變遷 第一個叫做全球暖化 你應該在別的課都聽過這件事 就是世界變得越來越熱 好 太陽輻射大部分都是被地面吸收的 然後大部分穿過大氣層 不要問我為什麼 國中不教為什麼 然後再用長坡輻射放出來 這就是跟熱有關的輻射 我們在理化課本念過了 這個輻射是散碼洞洗 帥哥 二號 二號 來 什麼 紅外線很好 紅外線 紅外線 跟熱有關 吸收紅外線 吸收熱放出熱然後加熱地球 然後使地球保持溫暖 所以呢這叫做溫室敬體 好 來這個圖是 這個圖是比較仔細的圖 左邊陽光輻射進來 有些被大氣吸收 有一些被地表反射 有一些被雲反射 然後大部分是被地表吸收 地表吸收之後右邊 然後放出紅外線 有一些會進到太空 然後一堆就被大氣雲吸收 然後它再放出紅外線 然後就加熱空氣 就使地空氣變得比較溫暖 然後溫暖 這是比較仔細的圖 這張圖是舊客本的圖 畫的又比較省略 左手邊只畫一個雲反射就沒有了 但是一樣大部分會穿過大氣被地面吸收 右手邊一樣有一些會進到太空 一些被大氣吸收 然後再放紅外線 重點上面寫了三個東西 然後後背 水氣、二氧化碳跟夾碗 會吸收 我當回會再講更多 我多講的你可以不用管 但這三個要美 水氣、二氧化碳跟夾碗 善於吸收來自地面的紅外線 這個是動畫裡面有數字 100個單位進來 有多少個單位被雲反射 有多少個單位穿過來 有多少個單位會被地面反射 然後被雲吸收 大概有49個單位 約約一半是被地面吸收的 所以我告訴你 大部分都會穿過大氣被地面吸收 然後呢 我們要在這個是所謂的進來的部分 然後還有出去的部分 好 雲有白有吸收 地面有吸收 然後放出去 那個淺熱就是那個融化熱 氣化熱叫淺熱 那H給二 H給二就是所謂的淺熱 然後放出去 然後這樣吸收 放過來放過來放 看看就好 好 當然不用背什麼數字 你也不要把 你就知道 那就是這個就是剛才第一張圖的意思 只要變得很有數字而已 你就是第二張圖儀素這樣 我們意思就可以了 好 這種效果類似原意的溫室 所以把它叫做溫室效益 然後呢 這些氣體善於吸收來自地面的紅外線 我們把它叫做溫室氣體 我說過的前三個要備 水氣 後面我多講的什麼臭氧 氧化亞旦 那個你就看看就好 不背沒有關係 但前三個要備 這個東西叫做溫室氣體 會產生溫室效益 然後呢 加熱地球 保溫地球 讓地球保持溫暖 這就是所謂的溫室效益跟溫室氣 OK 好 所以 你就知道 我們對流程的熱量主要是來自哪裡 按照剛才講話 那個熱是來自什麼地方的 來自天太陽嗎 還是來自哪裡 下面 假如來自地面 熱源來自地面 火爐在地面對不對 所以越靠近火爐就怎樣 越熱嘛 所以越換地面 溫度就會 越高 所以我們對流程的溫度變化是高度越高 溫度越低 高度越高 溫度越低 好 了解了 那麼 剛才所講的話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水氣 水氣是最重要的溫室氣 如果我們缺乏水氣 世界會變得完全不一樣 可惜 我等一下要交的時候 我們會不講水氣 不講水氣有幾些原因 我們交的是因為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結果 人類的活動所產生的水氣 對大自然的水而言量很少 微乎其聞 所以不需要特別提到它 然後呢 水呢會循環嘛 會有蒸發凝結降水 這個過程中有吸熱也有放熱 所以我們也不特別提到它 所以我等一下講課的時候 我們不會講水氣 我們講的是誰啊 二氧化碳跟甲烷 我們講二氧化碳跟甲烷 我們不講水氣 然後呢 剛才在這個動畫影片中 有的是重點 什麼是重點呢 我們說我們的 我們的二氧化碳跟甲烷 叫做溫室氣 它吸收紅外線 來 重點 一 吸收誰 紅外線 二 哪來的紅外線 地面 不是太陽喔 地面喔 來自吸收地面的紅外線 三 誰吸收 水氣 二氧化碳跟甲烷在吸收 叫做溫室氣體 所以這又是你要記住的事情 好 就是跟各位簡單提一下 溫室效應 介紹一下溫室氣體